马路上起大雾驾驶竟然还酒驾狂飙 在台中大雅区的一处路段 清晨起了大雾 一名女子开车上路不但是高速行驶 还穿越了双簧线 内向撞上了一辆军车 造成了肇事驾驶还有两名军人受伤送医 而驾驶被测出酒驾值0.3超飙 又是酒驾惹的祸 眼前一片雾茫茫 但银色驾驶车不但没有减速 还狂飙横越双簧线 下一秒出现刺眼车灯 碰双方都闪不过猛力撞上 小客车引擎盖变形 机具外漏被他撞上了军车保险杆脱落 满地都是车体碎片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事故发生28号上午7点多 警察人员赶来救援 肇事女驾驶两腿膝盖受伤 而军车内两名军人头部撞伤 索性送医治疗都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季节比较会有误 就是要速度要慢了 速度快了怀疑来不及 当时新人路段正起浓雾 能见度很差 女驾驶逆向行驶 更夸张的是她久策超标 一大清早就合忙上路 撞上正要开往营区的军车 若有用车的需求 应寻求代驾或搭车回家 切勿心存侥幸 23岁女驾驶 失控撞上两名军人也都是23岁 三人同龄的巧合 也引发当地人讨论 索性伤势都不严重 警方将依公共危险罪嫌 寒送酒驾女 介绍王一璋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